追封一族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再進入我追封一族頻道 今天就去了解這個大腐人點人食的自作火鍋 它的地點就是位於Highway Seven and Leslie 的西北角時代廣場二樓 它這間餐館可以堪稱是南北美食疾於一身 早上有廣東點心,晚上就是重慶麻辣火 但都可以有不辣的 據它網上介紹,原來它說暫時提供獨一無二的重慶火鍋及村屬菜式 以麻辣詞名的重慶火鍋堪稱口感豐富,深得食家喜愛 大虎火鍋將其層次標準提升到六大元素 它其中當然有麻辣濃味香滑,令食客一事難忘 大家都看到它的裝修不簡單 間隔闊落,座位和座位之間都坐得很舒服 讓你坐落後感覺非常窩心和方便 鏡頭一轉就來到這個VIP會議 卡拉OK房適合公司團體晚宴私人生日派對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它晚室的火鍋營業時間都挺長的 由下午4點到深夜11點30分 今天我們來到5點鐘 當時我們訂了一張桌子是5點鐘的 所以來到的廳房是沒什麼人的 我們訂了一個馬鈴龍湯底 我們訂了一個馬鈴龍湯底 另一個就是花奇心竹絲雞湯底 當然你也可以另外訂了一人一鍋的湯底 這張桌子是隔離桌子 我們也拍了一張桌子 來掃給大家看看 因為看到年輕人訂的食物很吸引 所以他們又很樂意讓我們拍 其實他們說火鍋的精髓是在於湯底和汁醬 聽他們介紹純正的重慶火鍋濃湯 麻辣口味層次豐厚而且不失有香 湯底還用了十幾種村菜的香料 十足的火候熬 熬製而成 還引來很多港大食客的食指大洞 大虎火鍋同樣照顧不喜歡吃辣的食客 四川盛產很多野生蒸菌 剛才就掃給大家看 訂了一個野生蒸菌的湯底 個人認為其實汁醬的靈魂都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它不同款式的汁醬 任你選 現在帶大家看看這裡就是涼拌菜和水果 這一區都是自助形式 我們響應環保概念 不要浪費食物 咦?炸饅頭也有 先拿幾粒回去試試看 看看這裡的味道如何 先拿幾粒回去試試看 鹽汁西米露又拿一杯回去試試看 一點點就夠了 最重要是試試看味道 我們坐下坐下 廳面已經來了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食客 機器人 都出賣場 真的省很多人工 有這個機器人 這個是炸饅頭 鋪了少少一層煉奶 當然不少 只有甜品雪糕和涼粉 又要到尾聲了 真是好多謝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多倫多的美食 如果大家認為我這條片不錯 記得關注 下期再見 拜拜